下班尖峰时间游览车漏油 造成至少6辆机车因此打滑摔倒 台北市南京东路五段13号傍晚6点多 一辆游览车因为车子零件断裂 漏出了大量机油 由于当时正值下班时间 车流量相当大 好几辆机车因此滑倒摔伤 还一度造成交通大打劫 远景货报也赶紧到现场指挥 花了大约一个小时才清理完毕 绿灯亮起 七机车纷纷往前开 但才过了斑马线 机车却突然打滑摔倒在路面上 后方骑士闪避不及 同样摔得东倒西歪 不慎摔倒的女骑士身上都是黑色油字 这起漏油意外就发生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五段 当时一辆游览车开到一半 车身却突然顿了一下 接着底下掉出大块车体零件 还露出一大摊黑色机油 就是这油害得后方骑士纷纷滑倒摔伤 大概有100公尺 从这边到红绿灯那边 它车子就停在那边 反正就露一大堆油 一长条然后五六台摔倒 就开就骑很快就机车 造势游览车疑似是因为车轴零件断裂 才会导致漏油 而当时正值下班尖峰时刻 车流量相当大 远景也紧急封闭车道 并请来环保局帮忙清理 撒下大亮幕 谢稀有指花 整起事故在一小时后恢复通车 而造势的游览车业者 也表示会负责所有赔偿 所幸整起事件没有酿成更大意外 借李梦荣侯正伦台北采访报道